妈妈要跟你结束几个女朋友在中午 她们给我压力特别大 我都感觉我去问在屋里边 还给她说我给你结束什么女孩 Hello大家好 我是晓杨 她是晓米 她是我老公 我们是杨女家富济党 这个视频我们要参加一个送我上日门的一个活动 所以大家你们要给我们点赞 给我们留言 送我们上日门哦 感谢咱们最近关注我们的新朋友 和一直支持我们的老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私信我们 给我们的很多很多很多的祝福 也有很多很多的美颜来夸奖小杨 夸奖我的虽然少了一点无所谓 夸奖他就等于夸奖我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专门出了一期话题呢 就是让新朋友还不认识我们的 和之前的老朋友没有翻看我们之前视频的 了解一下我和晓杨是怎么相识 相知相恋相爱 然后在一起结婚有了小宝贝的 我们当时在一个小城市叫地中认识的 我们住一个学生公寓 然后那天网上有一个同事他过生日 然后我下去参加他的生日 然后我就看到了小宝贝 我也看到了他 然后我们俩就聊 但是他当时和一个他一个朋友在一起 一个女孩对吧 他们俩在一起 然后呢我就其实跟他聊 那个你那个朋友也在一起聊天 对吧 是 我还以为我那个朋友想追 我有这么抢手吗 请问大家 你年轻的时候可别看不起自己 烦死了 我现在也挺帅的 然后呢 然后慢慢聊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们去你的房间吃饭 然后去所有 因为我们有几个朋友 会正常一起玩 对 然后每天马上也要去一个朋友家吃饭 就是第一次咱们见面的时候 那个生日派会 咱们俩 聊了好长时间哦 对 而且是第一次见面 我一看你就是慢慢聊啊 就感觉到 我好像在家里一样 因为我是第一次离开我父母家 就第一次离开巴黎 是 然后到了一个这么小的城市 谁都不认识 然后后面我就 我们聊了很不错的 然后我感觉到 我很没有离开我家里一样 就是你给我的一个家里的感觉 开始没有想到我们后面会结婚什么的 就是 就是 一起一起玩嘛 然后吃饭什么的做朋友 对 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后面慢慢就感觉到 我们两个还是会有一个家庭什么的 我们做了朋友做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 我回来一趟巴黎 然后回去你不是回来接我吗 对 我坐在口车 开了一个车我都不认识那个牌子 然后还飞着 然后把钥匙送给人家 对 我当时借了我一个哥们的一辆车 我就觉得那个车那个年代在2011年的时候 就是一辆萨博 他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关键是个自动挡的车 我就觉得那个年代在法国自动挡的车很罕见 所以我就开一下 我根本不懂车自动的手工 对 对他来说无所谓 然后我就 哗一下到火山站 然后 哇 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啊 小杨 一个短发 然后穿了一个超短裙 哇 那个时候非常的性感啊 朋友们 当然现在我老婆也很漂亮啊 然后我就 非常的热情的上去 把她的那个箱子拿下来 超级挺 对 因为我妈妈赚了好多吃的 对 然后我特别开心 我说 我终于可以来接小杨了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开车回到那个学生公寓 对吧 我们两个住了一个差不多12地方的房间 对 一个人 然后放租是300多亿个房间 对 然后那个房间慢慢变成了一个仓库一样 其中的一个房间变成了一个仓库 是 然后后面我们就找了一个 那个在外面找了一个房子 嗯 对 稍微住的舒服一点 然后大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种感觉 我 我 我 因为我本来就谁都不相信 哦 我这个风 我这个性格 我就 嗯 特别害怕被这人骗了 哦 对 是 然后我不知道恨你 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这个事情 我还是很心里的 然后慢慢我就 就是凭了你的第六感了 女人的第六感是吧 可能是 嗯 那咱们俩最好的一点就是 彼此之间从来不会放弃 嗯 对吧 是 就是放弃这两个字在我们这儿不存在 是 是吧 对吧 还是知道这些理由 知道我们 嗯 我们还会在一块 对 对 我们俩相识以后的一年就来到巴黎了 嗯 嗯 之后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 嗯 都在法国 对 过来 是 来了第一次来法国 第一次对 就是为了来看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了 哈哈 对吧 这个老外儿媳妇 这个老外儿媳妇 然后来了巴黎以后 嗯 嗯 我们找到了一个 嗯 一个 准备结婚的时候 住了一个在一个别墅里面 嗯 一个15平方的房间和爸爸妈妈一起住 四个人住15平米的房间里面 那个时候 2012年的时候 对吧 是 嗯 对 而且在最难的一个区 对 那两次说 嗯 妈妈要跟你结束几个女朋友在中国 哈哈 给我压力特别大 是吗 一开始的时候我我根本不想结婚因为太早了 嗯 对 实在是太早了 但是我一看妈妈和你视频 什么什么什么 那那个小妮啊什么什么妮啊什么什么东西 嗯 我都感觉我去问在屋里面还给他说我跟你结束什么女孩 你别忘了妈妈现在在看这个视频我跟你说 我知道啊 但是我就听见他催你结婚嘛 哦 然后我就说是不能不能让他跑走 哈哈哈哈 赶紧抓他 哈哈哈哈 然后就抓过去了 嗯 正好我跟 我的亲妹妹 嗯 特别喜欢他 嗯 因为他他 就是因为文化差异会出一些毛对嘛 他从来不随便评论我 嗯对没错 他 他还是 很包容 对 这女妹妹人特别好 嗯 我的亲妹妹比他大一岁 是 比小杨大一岁 还哼我嫂子 哈哈哈哈 对 嗯 你觉得咱俩是谁追的谁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想到你会喜欢我 啊 真的吗 是 嗯 你没有 就是我没有太表现出来对吧 是 嗯 因为他当时 我在那好像有个虫子一样 嗯 是吧 好像你 感觉 你当时有一个朋友在旁边 你以为我喜欢他对吧 对 嗯 快快大起来了 快大起来了 我到现在还不跟他说话呢 哦 真的吗 嗯 哦 至于吗 他在地容的时候啊 嗯 好几个女朋友 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在那儿听他的朋友跟我说 嗯 千万别跟他在一起 哎呦 我可 有着 有这么严重吗 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 对 我去 有一个是被女的 哦 哈哈 你叫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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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我也 我忘了 嗯 他跟你说了 对 哦 他说 他每天跟我说 他跟我见面 他跟我说 说你很可爱 嗯 然后在那 Louis Pardon 哈哈哈哈 Louis Casse le peur 哈哈哈哈 私下来跟你告状 私下来 他不行 嗯 他把你的心 哦 Bessie 对 嗯 还有一个这么个女的 不知道我自己 自己想的什么 嗯 就 还是坚持跟我在一起了 对 所以你的选择是对的 是不是朋友们留言告诉我 告诉他 你 他的选择是不是对了 对吧 嗯 对 我觉得对 所以我们的故事呢 也是希望能够就是小杨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气 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呃 他说我当时有很多的女朋友 哈哈哈 说实话啊 粉丝不能骗的 啊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 我有 嗯 跟我读 我有 很多 很多 女朋友 男朋友 女朋友 你儿子这样大了 看这个 我主要是送给我 老婆现在肚子里的小公主 我爱你小公主 我爱你 我开始散口聊了 我受不了了 朋友们 不知道这期视频 让你们开不开心 幸不幸福 嗯 能够传到正能量给你们吗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 多多评论 一定要让我们上热门 对 继续支持我们的朋友鬼 我才不是朋友鬼 老公 还有我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杨米家 不计当会有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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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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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多好多的 好多好多的 对所以我们很多东西 还没有真正的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虽然现在还没准备好 我们现在在很努力 在给你们准备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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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机会 对是的 还有很多的惊喜 对 给你们分享 因为我们现在在法国呢 也是因为封城的原因 有很大的限制性 所以说你关注我们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哦 嗯 好不好 好 下次见朋友们 下次见 拜拜 观众我们杨米家 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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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